园林地检署侦办越南籍儿童贩孕案 起诉了包含越南配偶、台湾先生等22个人 但是有遭到起诉的台湾先生称自己也是被害人 因为没有生孩子,当初办理领养 不懂法令,也花了20多万透过重刑来办理 没想到到最后吃上官司 助云林西罗料姓农民与越南籍太太结婚十多年 因为没生小孩,想花二十多万透过仲介集团 来办理领养 但仲介却涉嫌使用违法 出身证明,将他大姨子女儿 扮成自己的亲生女儿带过来台湾 最后被查到遭起诉 云林地检署表示,此案从一百零二年到一百零五年间 仲介以假证件帮十七对夫妻利用违法出身证明申请护照 全案依违反护照条例,伪造文书罪 起诉越南配偶、台湾先生的二十二人 云林县社会处表示,此案件发生后 马上进行小孩访试 云林廖先生表示,当初是因为太太不懂越南的法律 才会委托仲介办理 原本希望可以办理合法领养 才会签下委托书 却让自己吃上官司 现在只想透过正常管道合法领养 希望留下小孩 记者王威雄云林报道